本期视频 雷博将继续介绍三星堆博物馆第三展区 其主题是天地人神 三星堆精美绝伦的文物群体 是古俗鲜明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 礼尽天地的美誉 造型独特的神坛 纵目千里的面具 人鸟合一的神像 正翅翔飞的凤鸟 达地通天的神术 深藏着对天地神奇 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 展现了古俗鲜明浪漫的想象力 和非凡的创造力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种类丰富 形式多样 以玉章 玉歌 玉丛 玉碧等 为重要祭器 祭祀天地 山川 以玉通神 沟通祖先神灵 存在着古俗鲜明天人 三星合一的思想 也是古俗人宗教礼仪制度的反应 三星堆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 数量众多 类型丰富 有以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大面具等 最为引人注目 他们应是 古俗王国信仰世界中的祖神 或天神 被供奉于神庙殿堂之上 受人顶礼膜拜 三星堆出土 众多形状各异的眼形器 眼形式 眼形图案 常见于青铜人像的腿部 服饰 观饰 底座等部位 亦有某种特殊意义 青铜龟背型网格撞器 于2022年在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出土 展现出三星堆古人高超的青铜焊接技术 其用途令人费解 三星堆青铜礼器 如青铜尊 青铜雷 数量众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 雷与人物形象结合的造型很多 包括顶尊 碑雷等各种姿态 反映顶尊 碑雷 在古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仅堂尊 银行 一部分 兰议 Gandalf 我们 三星堆出土多做神坛模型 结构复杂 内容丰富 制作精细 各类青铜人像 或立 或柜 或座 或卧 还有神兽 凤鸟 建筑等造型 再现了古蜀国祭祀活动的盛大场面 下期视频 雷伯将继续介绍三星堆博物馆第三展区所展出的文物 敬请继续观看 谢谢 下次再会 小别 obliged 福和 一